两个月没看电影了吧 嘿 这影院嘴费多少钱啊 想知道答案 点个赞 恩哥告诉你答案 昨天国内的院线龙头万达电影 公布了他们的一季度业绩 好家伙 一口气亏了5.5个小目标 这得买多少个插档子啊 肯定有粉丝要问了 两个月前你不是还推荐电影雇来着吗 公志们 这口锅我可不会背 你想啊 如果不是国外疫情失控 现在大家都应该在大好春光里 期待五一档的电影了 那还有粉丝要问 现在电影股价格更低了 岂不是应该布局 嘿 住手住手住手 一季度完了还有二季度呢 最近呢原本定当在五六月的电影大片 集体宣布撤档纷纷前期 甚至还有明年上映的呢 也就是说啊 至少在七月份之前 是没有任何新片敢在电影院上映的 所以二季度再次血亏 已经板上钉钉了 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电影院没法去 但是人们总归要有娱乐需求的呀 所以恩哥就特别告一个板块 叫在线流媒体 就比如说美国的Netflix 或者中国的这个XXX公司 又比如XX上网站 这些在线上提供影视服务公司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A股上市 该如何投资 提出这种问题 就显然没有看恩哥前几期节目 恩哥前几天就已经完整介绍过 普通人该如何投资美股 自己进我的主意翻翻去吧 别打扰我服势了 业企公布响惊雷 五亿俱亏 哎呀 心口累啊 影视行业黑天哥 这口大锅我不背 好了 你认为影视行业 啥时候能复苏 在评论区里说出你的观点 我是恩哥 赶紧上车